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 1月23日 星期日 剛剛跑完馬 我昨天 去拿盤賽 拿完後回到家 跌爆了一部電話 剛剛買過一部 真慘 說一說 時日的賽馬結果 沙田今天的賽事 第二場二班14米的賽事 結果是 8964 好 開始今天的報導 林鄭今天落區 她大約下午3時去到葵聰邨視察 在近日葵樓下車 視察大約5分鐘後 拉隊離開 遠離日葵樓 再過大約10分鐘就離開了 日葵樓有街坊好像不滿意她 對呀 向林鄭和一行的高官大叫 不要做騷擾啦 回去啦 這村很危險的 亦有市民爆粗表達不滿 叫一班高官 你混五天呀 叫你老毛 林鄭 李家超 陳凡 都有到場 連同警員 保鏢 新聞署人員 一行十多人就視察日葵樓 林鄭、李家超、陳凡 都沒有按 袁國勇的建議 戴上兩層的外科口罩 林鄭在現場聽專家解釋 又一致排開給新聞署的人員拍攝 有些居民就吵架他們 視察大約15分鐘 昨晚6點 政府宣佈影葵樓 今日葵樓禁足五天 而且昨晚沒有膳食提供給影葵樓的居民 我對這件事是有一點點看法的 你們是否一定要拿給美心做 你老毛 葵青區、葵蔥區、荃灣區 那麼多茶餐廳 你每個茶餐廳買100個飯盒過來 你滿足不了那些人 隨便楊州炒飯10個 福建炒飯10個 江炒飯10個 江炒飯10個 大餐廳做 你老毛 你政府有錢 你不肯做 一定要給美心做 真是你 有影葵樓的居民工作幾天後 在今天就回家 於是就買了幾天的菜菜 作儲備 準備坐幾天監 也買了精神食糧 香煙和鄰居分享 這個好市民 又提到 老婆在家擔心被禁足五天沒飯吃 心驚驚 心跳很快 還買了救心藥給他 日葵樓和影葵樓 同時需要封五天 與此同時 另外四棟大廈需要遺風強檢 今早就陸續解封 村內的居民反應大有不同 有街坊 在解封後遇上荃灣用線 另外有未實波及的居民 憂慮出入會受到限制 用了一千元入貨 擔心新年都出不來 所以也要先買 村內有居民流露不滿的情緒 等候解封期間多度鼓掃 高聲批評政府的做法 有日葵樓的街坊投訴 說他七十歲的父親 昨天中午初步確診 等了半天 依然未有政府人員送走他 連同自己在內的三位家人 也未獲安排家居隔離 或者送往檢疫設施 你現在都不能出門 你就要家居隔離 需要每天到樓下 強制檢測 質疑防疫漏洞 引致村內的居民 互相感染風險大 其實是無限loop 即是我們的無限loop大法 等傳動人中招 其實他下去的時候強檢 他也要見人 是的 說多一點林鄭這個臭西 Omicron變種病毒和Delta變種病毒 夾擊 引爆第五波疫情 但特首林鄭臭西 在星期六會見記者時依然選擇脫下口罩 你裝甚麼 你的同事個個戴口罩 你不戴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 即是袁國勇 他今天在無線節目講清講楚時說 無論是專家或社會領袖 都有需要以身作則 讓所有市民明白 Omicron病毒傳播能力很強 以把第五波疫情盡快壓制下來 日前袁國勇提倡 如有需要可以戴兩個口罩 他今天出席節目的時候 真的戴兩個 神經病 另外袁國勇今天見記者的時候 直指 一美去搞清零 本身是沒用 不是理想做法之餘 也不能長期這樣做下去 疫情到現在有兩年時間 不少國家已經調整了 對應策略 選擇與病毒共存 但政府堅持動態清零 亦經常指 因為香港依然有個案 所以不可以通關 袁國勇見記者的時候就說 清零只是一個手段 買時間給大家打疫苗 當有一個個案出現你就要關閘 這個做法是不理想的 更加不是一個可以持續下去的方法 他又點名批評 所謂很多其他措施 都不是可以持續的 如全民檢測 檢測完一次 誰知過了兩個星期又有另外一種病毒進來 你又再叫市民全面檢測 全民檢測 他亦都指出 疫苗都有減輕病情的作用 當每個市民都打了疫苗 就算沒有中和抗體 都有T細胞免疫 就算疫情再發展下去 出什麼PI都好 進來都好 他只是令你有輕微的病 不需要入院 更加不需要入ICU 不過不會衝擊 醫管局服務 過了兩年 打了疫苗 安心出行 都成為了強制措施 但依然未見清零 離港度假 更加沒有日子可以期望 世衛近日更新了國際衛生條例的建議 呼籲各國取消或放寬對遊客的出入境限制 指措施已經不但不能揭止 變種病毒的Omicron 擴散 反而會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構成壓力 袁國勇也指出他兩年前已經說過 冠狀病毒會和我們永遠在一起 他不會離開 我想問你清零淪為甚麼 為了踩下習近平鞋 總之袁國勇 現在就轉了態度 他都開始了 又說回以前的事情 說回人話 漁護署上個星期就出了這個滅屬令 去到昨天 一共就殺了2512隻小動物 當中包括2229隻 這個倉鼠 去到昨天 處方從市民入面一共收取了77隻倉鼠 已經對其中71隻 進行病毒測試 是有一隻零東西的 大埔發生火警 大埔新興花園發生火警 以及有人跳樓死亡 今天凌晨3時39分 大埔安普里 2號新興花園 康城閣 中層一個單位發生火警 火勢相當猛烈 單位大量濃煙霧出 波及 樓上樓下的單位 期間一度傳出爆炸聲 有槍花在那個單位 飛脫到地面 驚動居民報警 期間 一個男子從大廈高處 墮下大力 跳落 大廈的平台 墮下昏迷不醒 救護員到場 證實該名男子 死亡 這宗火警是有可疑的 警務署高級督察 解釋 由於房間的窗框粉碎 相當不尋常 故意叫爆炸品處理貨 過來進行調查 現場沒有找到 助燃劑 或者壓縮氣體罐 電器可能引致爆炸的物品 是找不到的 但是已經是 多方面追查火警原因 我收到的消息就是 吵架 兒子和老母吵架 放火燒 真是神經病 先說多一點疫情 因為昨天 有人想將藥 交給影葵樓 身患痛症的七十多歲 老父 但是被警察阻止 我想問 死亡人是誰負責的 事情是這樣的 鄧先生想 交給影葵樓的七十多歲李女士 守在影葵樓封鎖線外的警察 警員不會接觸 和轉交市民的財物 如有房署職員代為轉交 就不會阻止 不會阻止 他說沒有得急著 急著叫他 急著叫他和其他處的人說 你老母 但是李女士就說 記者會說特殊情況可以的 死亡人是誰負責的 警察又是 一對情侶在網上賣假針卡 聲明說有醫生的證明和診所的概章 並可支援安心出行的程式 一張打齊三針的假針卡 達到2800元 但兩個人在收款後就失去聯絡 你老母 你真是 一定會抓到的 你覺得這些案件 即是有人買了 警方拘捕了兩個分別31歲和24歲的男女 應該是情侶來的 並發現兩人涉及另外九宗這個騙案 這群人賣完之後 就失去聯絡 他打一針的卡是1500元 兩針是2300元 三針是2800元 賣完之後就失去聯絡 今天被警方拘捕了 真是活該 買的那些沒有事 不用拘捕 不過買的那些 幸好你敢報警 不然是益騰了 他應該賣的那些 想著他們不敢報警 今天星期日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死人塌樓說得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或頻道 月費贊助Patreon 支持 說多一句 馬會所有場外投注站 下個禮拜起 下個禮拜三起 全部關閉暫時 好 記得支持我們Patreon 多謝你們 拜拜